第二步的话呢就是针对每一个 每一个 就是说呢每一个这个物件里面 该做什么样的对应的那个事件 他可能 比如说第一个当这个启动表单的时候 自动增加这个下拉清单 这个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就是说当他怎么样 接下来就是填填填填资料 那填资料里面的话 当然我希望呢 当选了一个项目之后的话 自动帮我怎么样 带出他的单价出来 自动带出 那带自动带出 但这个地方你可能要思考一个问题 当什么事件发生 什么事件 那其实应该猜一猜出来 当他里面有改变 改变前面不是一个change的事件 当里面有change的话呢 那你要做什么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比对 比对什么呢 比对清单里面的品名 这个项目 如果呢比对出来 假设是玩具 他就把他的A栏旁边的B栏的这个资料怎么样 帮我把它带过来 就把这个带过来 这样的写法该怎么写 其实这个写法前面其实也写过 满像的 第一个当然请你做一件事 把那个事件 就是物件的事件叫出来 怎么叫啊 一样点这边两下 他会自动怎么样 因为你是在那个CMBA里面点 所以他会后面自动预设的是 其实应该是click啦 不过他自动跳change 可能change用到几率是最大的 OK 那我们刚好是change 当这里面有改变的话 那我们做什么 其实就是去回圈跑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还是需要回圈 回圈到哪里呢 清单这个工作表里面的 for i 等于2到最下面一列 去比对 如果A栏 如果什么呢 如果我CMBA里面的文字 如果跟这边是一样的话 那跑到哪里 就帮我把他的B栏的资料帮我带回来 那写法其实跟刚刚 我是觉得有点类似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刚刚写的程式再复制一段 CMBA 拿这个来改 一樣for i 等于2列 到他的最下面一列 这个写法一样 那只是差别是这个地方 把它改一下 改什么呢 改成一幅逻辑 如果什么呢 如果那个 就是 那个下拉清单里面的东西 那叫什么 清单里面的东西叫CMBA CMBA DM 他有个属性叫TES TES TES指的是他里面的资料 里面有一个资料 就TES 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你现在跑的这个储存格的A栏 所以储存格的A栏 那就是SELLS 刮虎 埃烈的A栏 OK ZEN 做什么呢 就把我的那个找到 对不对 如果这个这个两个逻辑相同的话 那就帮我把这个 B栏的东西带到哪里呢 带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TSTB里面 这个逻辑 什么写 后面的话 那我习惯先把ENDF先打完 ENDF 那如果这个逻辑通的话 那就是刚好怎么样 帮我把 B的东西带到 那个TES 所以可以复制这个来改 把B的东西 后面的东西丢到前面 所以这边改成什么 TSTB 这样就可以了 OK 好应该可以看懂 那个逻辑叙述吧 好 不过呢 可能你要最后记得 这个SELLS 跟这个SELLS 前面哪个工作表呢 可能要再加一下 记得这个 加那个 哪一个工作表 因为我们如果这个叙述 没有加上哪一个工作表 那可能他会跑到原始资料里面去找 那可能会找错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 等于两个相同的话 那就把这个资料 丢过来 OK 那这样这个做完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这个设中段点一下 跑一下看看 如果当它CHANGE 比如说我找一个CD好了 当CD 点下去 有没有 他会触发CHANGE事件 因为他里面资料 本来是空的 变成CD 那接下来的话呢 当然那个 这里面放的东西 那就是CD 所以他接下来 去找 第一个 如果里面的东西 这里面的东西是不是CD 第一个玩具 不是 跳过 再来下一个 是不是查 不是 再来是不是CD 是就跳这边 有没有 那就把他的100 丢到哪里呢 特别是要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把这个100 后面的东西 丢到前面去 前面刚好是 我们那个TES 就是文字栏位的 B的TES 就是他有个属性 那丢进去把资料丢进去 OK 然后呢 就把它直接执行好了 丢进去 OK 那你会发现这边就多一个100 如果在CHANGE查 变玩具 他又触发CHANGE事件 所以会把399 带过来 利用这样的方式 你就可以自动的把 他的资料带过来 应该懂得逻辑吧 其实只是比对而已 反正比到 回宣比对 比到的帮我带过来 OK 这第一个 就是我们其实是利用什么 利用这边点两项 把刚刚的这一段程式拿来说修改 那修改的部分呢 其实是中间怎么样 做逻辑判断而已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里面的关键就是从那个 哪个工作 两个工作表 跟那个 下拉清单一样的话 那就把后面的东西 搬到前面去 不过可能同学会比较confused 这个等号跟这个等号 虽然都是等号 可是可以注意 上面这个等号是比对用的 因为他在if的这个逻辑后面 所以这个意思是有没有相等 后面这个等号 虽然也是等号 但是下面那个等号是赋予 后面东西赋予到前面去 OK 所以同样是等号 可是他的意义是不同的 很多同学 刚开始就搞不清楚 因为在VBA里面 虽然很多符号是相同的 但是呢 在程式里面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Change的话 怎么做 那这个做完之后呢 当然 这个有了 再来如果我今天输入数量 输入50 那这个地方 Enter 或者是离开 我希望小G自动帮我算出来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想可以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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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